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 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吃性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自立地消灭 你掌握住 啊啊哦哦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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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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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念完了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心事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就是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现在讲的这个姿态消化里面有一个过着插杯当中的一个设计 我们知道是时间当中有大大小小的许许多多的这种快乐 就快乐 比如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就是遇到了一些欢喜的对境 然后兴盛极大的欢喜性 就是你这个逢一注尸 或者养养这个体卷 什么样的条件体卷的时候呢 人内心当中也有很多的快乐 或者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自己所求的已经得到了 自己已经满足了 在这个时候也有快乐 那么就消灯 我们平时在夏天有一些凉风的这种快乐 或者是冬天有烟光的这种束缚等等 就是凡是在时间当中的微不足道的 微小的快乐 一直到就是佛和菩萨 以及身为圆觉的这种无漏的这种快乐 时间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快乐 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快乐的来源 来源是什么呢 当然这些来源是有影有缘 并不是平白无果而出现的 那么这些来源的话 我们在漫长的轮回当中 就开始帮助众生过 以前对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从发心方面也是发了这种善心 然后行为上面真的去做过 有利于其他众生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因缘当中就产生了 时间当中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快乐 这就是自然的一种规律 就像我们这个药 就是苗药的种子当中呢 就是它产生苗药的这种 金 叶 花 果 等等就出现的 这也是自然的这个规律 那么同样的这个道理就是 如果我们在世间当中呢 所感受的一些痛苦 就是痛苦 比如说我们小小的一些今天身体的这种痛苦 心里面的这种痛苦 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创伤等等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 每个人的这个身心当中呢 会感受到就不可胜说 那么这些痛苦的这个来源呢 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应该说是我们就是 也就是说无始以来 就是自己对自己呢 就是极其强烈的胆主 就是有一种自我的这种胆主呢 因为自我的胆主的缘故呢 就是从这个这样的因缘里面呢 就是出产生的 就像我们就是这个毒药的这个宗族里面的话呢 就是就产生的它的这个经过全部 全部呢就是这个毒药 就是不可能就是发生这种妙药 就是说于凡王如意宝的那个 终颜行之灵点呢 就是讲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 就是跟这里的这个颂词呢 也基本上是文化 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个 子余乐生三劫苦 离他兴盛 诸善乐 骨髓仁天之道是 引发无上菩提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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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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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